全民健身科学锻炼 大家好 我是天娇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 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现在我们就要去田径馆 寻找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咖 让他来跟咱们聊一聊 人人都会的 跑步 就在这 今天我们也有请到了 河北奥林匹克体育局田径运动中心的 史东鹏教练来给大家讲一讲 刘锦宇 观众朋友们大家穿过好 我是史东鹏 非常开心 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跑步 既然咱们今天上午可以聊跑步 我想看你跑起来是什么样子 这摆臂有点太紧 太拿着这个劲儿了 肩膀放松下来前后再动 第二个问题是躯干有点厚痒 我觉得你应该把重筋在往前调一调 这样身体保持前浅 这样跑起来的效果会更加切笼更加神秘 跑步的正确姿势 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落地的三个方式 第一前教掌 第二前教掌 三后脚跟滚动 三种落地方式 我的建议是如果是短跑的话 像一二百米 我建议是前教掌去落地 那种马拉松啊 长跑的话去全教掌去跑一跑步 这样会减少一些疲劳 更加适合一个中长距离的一个奔跑 第三种的话 后脚跟滚动式 现在这种跑友也非常多 他们就觉得这样的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我觉得这也不错 选择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一个落地方式 是比较重要的 快来热身 一起跑步吧 Lay down 正确的运动姿势您都学会了吗 那就请持续的关注我们 让我们一起解锁更多的运动乐趣 一起来运动吧